白宫风云是一部政治惊悚片 描述了一位美国总统与其团队在面对一连创危机时的应对和抉择 这部电影展现了现实生活中的政治阴谋和权力斗争 以及政府和媒体之间的关系 该片由米高、道格拉斯饰演的美国总统 和安利尔海瑟威饰演的白宫新闻发言人为主角 他们被迫面对多重危机 包括恐怖袭击、身体不适和争议性言论等 在这些危机中 总统和他的团队必须做出艰难的决策 以保护国家的安全和保持政府的稳定 此外 白宫风云还探讨了现代政治中的关键问题 例如政治腐败、反恐战争和社会正义等 电影在激烈的政治环境中 呈现了政治家和公民的矛盾 使观众思考公民权利和责任的平衡 除了引人陆胜的情节和政治阴谋 电影的演员阵容也非常出色 道格拉斯的精湛表演 让观众可以深入了解总统在高压的情况下如何处理困境 而海色威则呈现的新闻发言人在处理危机时所面临的挑战 总的来说 白宫风云不仅是一部娱乐性强的政治惊悚片 更是一部思考现代政治和社会问题的电影 这部电影向观众传达了讯息 吉人们需要关注政治和社会议题 并未改善世界尽一份力